全新仅机油的15Polomax跌至5K,居然没人要 Hello大家好,我是华尘比较赖 最近市场不景气,二手价格比较低迷 市场逃不到好的量货 所以最近我们也有在做回收的业务 如果大家手里有闲置的机器也可以给我们回收 可以说比平台上面的价格高 大家都可以传网对比 像我现在家里都是以一些高端机为主 像13系列还有14系列的各个型号 那么现在我家里这几个都是欧版的 昨天拿了回来 数量不多也是欧版在市场很缺货的一款型号 因为欧版的区别是什么呢 它是原生单卡支持ESIM卡 也是出国留学工作是非常的方便 对比美版它是不用拆机改卡槽的 这个是原生单卡原生卡槽 所以有很多客户都会一直在找这些欧版单卡的 因为它价格也是只比美版贵个一两张 像这几台都是加版加版的 也就是加拿大版本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除了国航和港版其他版本都是支持ESIM卡的 但是美版的话你改了双卡 它也是阉割掉了ESIM卡 所以大家入手输入谨慎 像这几个216G电池都有95加充电200多次 价格在65张 红色也是非常的完美 这边这三台效率就比较高 充电49次电池100%的 也是加拿大的版本 橙色这个就99新 这三台充电几次百来次的128G 价格是在60张 所以128和256的价位称差在5张 我手里的这台呢 是美版有锁卡帖机 15Polomax 216G的原色 首先先声明我这边是不卖任何有锁卡帖机的 这一台呢只不过是一位酷 找我回收 我这边也是收的 我是直接出给另外的同行就赚点差价 这位老铁可能也是第一次入手有锁机 都是仅用了四天就迫不及待的出手了 而且连钢化膜都花了100多买的 真的是下了血本 但是可能他真的入手之后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到即出手 所以大家要买有锁卡帖机的话是有风险的 入手是有谨慎的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尝试的 使用起来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的 价格我们是5000出头收下来 就加个一两百给同行出掉就可以了 这是一台美版无锁的iPhone XS Max 216G 也是曾经的计划 小一万的价格现在已经1000多 像这台216G的话也是回收客户的 这位客户也是买了一台国航的14Pro Max回去 把这台机寄过来给我回收 我也是以1500的价格回收的 市场这边的话去拿货的价格要1900 1800 价格是有差别的 但是现在市场的价格都是偏需高的 我们肯定是不能按市场的价格去回收 要有点差价 我们这台1500回收也是加个200左右 去给客户零售 好了大家如果还想要什么简陋机器 可以先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